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抹折黑 激进什么样的人 那么也更加容易受到他的影响 能遇到一个与自己脾性相投 三观一致的人做朋友 这再好不过 因为真正的好朋友 不只能和你一起吃喝玩乐 他还能不停地激励着你 鞭策你成长 促使你变得更好 这几种人自带贵气 最适宜做朋友 一定要深交 在如今身处的社会中 唯有心静才能心灵 社会过于浮躁 唯有静下心来 才能褪去浮躁远离纷 心静的人 无论做什么 都能冷静地思考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 都会坦然面对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为人谦卑 为人谦卑的人 不管对谁的态度都始终如一 不卑不亢 不会因为身份的高度而改变 因为他们不只是局限于眼前 他的心中拥有大的格局和胸怀 不以眼前成败润英雄 用一颗谦卑的心 学习他人长处 增长自己的见识 一辈子积极向上 乐观从容 本性厚道是一种大度 本性厚道是一种宽容 拥有这样品质的人 可以放心地与他相处 因为这样的人 说话有分寸 做事靠谱 用宽宽大量的心 对待每一个人 不去算计 不去计较 不会占人便宜 这样的人 更能受到他人的敬重 豁达大度 豁达大度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让一个人的眼界更宽 让他的世界更加广阔 豁达大度的人 是有气量之人 正是因为大度 所以胸怀宽广 正是因为豁达 所以有气量 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强大 活得自在洒脱 所以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生活中会遇见许多人 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成为怎样的人 唯有与真正有贵旗的人结交 才会促使我们变得更好 若是在生活里遇到了这样的人 一定要学习他人好的意念 学会提升自己和沉淀自己 拥有美好 向上的品德 学会提升自己和沉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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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